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6月23号星期六 最近在国际上 在各个国家 几乎每天你都可以信手拈来 发现一些新闻在层出不穷的涌现 这些新闻就是有关限制中国渗透 或者说红色中国渗透 限制中共对其他国家 经济技术或者知识产前领域的 这种渗透或者挖墙角 比如说今天这两天 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些消息 一个消息是欧盟 就是欧洲联盟委员会 欧盟就发布一个报告 或者采取一个措施 准备延长对中国的光伏产品的进口 延长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铁税 反补铁税 那么这个是在去年3月 去年3月2017年3月 他们对来自中国的 像太阳轮电磁板 什么晶片 什么电磁芯 这些产品征收 说是18个月征收反倾销税反补铁税 那么这个期限的18个月到9月份就要为止了 那么欧盟决定要延长这么一个措施 去防范这些中国这个产品的倾销 那么在英国呢 英国刚刚政府出手 阻止了阻止了一个收购案 就是一个中国公司 试图在收购英国的北方航空公司 其实这个去年 中共的这个一个叫做什么陕西 什么有色野电什么这里的北中国工业公司 一个陕西的分公司 已经除聚职收购了英国的一家航空公司 叫这个大概叫加德纳这么一个航空公司 那么现在就想利用加德纳这个航空公司 一个壳去进一步收购英国的另一家航空公司 北方航空公司 这也是英国政府出手自治 因为这样收购下去 中共的这个资金和这个中共的这些势力 可能掌握英国的这个航空业 那就不知道给英国的国家安全 能造成怎样的危害 所以现在中共完全是靠钱 靠钱在世界构地进行这些收购 所以中共的这些收购案 前几年进展得很顺利 大肆收购 那么近几年在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欧洲其他国家 以及在澳大利亚 加拿大这些国家都受到阻止 各国都开始觉醒 对中共这个收购企图 企图通过大规模的收购 去掌握其他国家的 垄断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 进而影响这些国家的这个 政治和社会走向 所以这些措施在进行 那么昨天呢 美国的两名议员 又写信给美国的谷歌公司 Google 叫他们要重新考虑 跟中国华为公司的合作 因为谷歌公司 跟中国的这个华为公司 有部分的合作 一些合作 一些是一些谷歌的 一些大数据 这个有可能落入 这个华为公司之手 所以华为公司跟中兴公司 都是中共那边 数一数二的这个间谍公司 名为通讯公司 实为这个中共 中共当局在背后掌握的 军工的 或者是这个间谍的 直接的去间谍的公司 对外是去扩张 在民主国家去大展这个手脚 对内呢 是监控中国人民 这个我已经多次说过 说这次美国的议员 要求谷歌公司重新考虑 也就是这个要准备 进一步的阻止 美国的公司跟 像华为中心 这类中国这些 危险公司的合作 那么再一个消息就是 美国的智库 哈德逊这个智库 最近在这个研讨会上说 这个中共搞这个 除了硬实力软实力 其中一个巧实力 搞这个巧实力 来渗透美国 渗透美国之后就研究发现 说中共利用 把这个在美国的智库中 进行分化 出资金去支持一些美国的智库 收买一些美国的知识分子 或者专家 甚至给他们出经费 把他们请到北京去 让他们呢 在美国的各种啊 这个智库 或者是杂志 媒体 或者研讨会上 去配合中共的一些战略意图 中共那边定义为什么呢 叫跟着我们跑的人 就是毛泽东的三大发宝 党的建设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 统战 跟着我们跑的人 现在做的一个工作 原来这个内战事件 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中共做的很成功 最后瓦解了国民政府 那么现在后来 把这个工作做到香港台湾 现在进一步的 伸向世界各地 包括澳大利亚 这个澳大利亚这些都 加拿大这些关都发现 所以至于澳大利亚总理说 引用毛泽东的话说 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 现在这个处境 升到美国 现在美国还是全面清点了 这次的哈德逊智库 就揭露了很多内幕 就中共的这个所谓统战部 这个所谓解放军 总政治部 还有这个国家安全局配合 用重金收买 这些美国的学者智库 试图在各方面去给中共 这个涂子抹粉 或者说好话 混淆国际视听 比如说 如果说这个美国 美国政府要针对 中国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经济上的 技术上的措施 结果这些人就制造一些舆论 在美国制造什么舆论呢 说这个中国还很弱小 很贫穷 而且即将崩溃 说这个美国不必要跟 好像跟这个中共去 在乎 暗示的不必要在乎 好像美国还是 继续的很强大 中国的变得很弱小 这是一种言论 故意制造人的言论 想麻痹美国的 让美国麻痹大意 或者是让中共谋混过关 还有一种有相反的言论 中共很强大 非常强大 正在全面超越美国 说不得了 说如果美国跟中国 采取什么措施 如果双方比较贸易战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对抗 那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就美国要输 尤其是川普政府要输 就像纽约时报 充满了一些各种的言论 都是川普的对立面要赢 所以这是又要相反的一种言论 就是凡是美国 对中共采取什么措施 中共都要成为赢家 而美国要成为输家 所以这是一种言论 那么就像前几天 前夕天发生了一个事情 川普跟金正恩 在新加坡举行了峰会之后 结果在美国就出现一篇 英文的文章 说川金会的最大赢家是习近平 最大赢家是中国 是北京 然后这句话翻译成通俗的话 甚至在一些华文世界都大量的转载 受到引用 那就说习近平是川金会的最大赢家 或者是美超峰会 中国是最大赢家 而他的理由就是环球日报所说的理由 什么好像中国方面倉导过双暂停 说朝鲜暂停河岛 四年美国暂停军业 达了这个目标就怎么怎么样 那刚好美国总统就要宣布暂时暂停军业 而北朝鲜早就在今年1月1号之后 基本上就暂停了所谓河岛实验 今年以来要做出姿态 那么这个中共就涂脂抹粉 把这个会谈转到他自己头上 俄罗斯也是这样 俄罗斯的宣传说 这个美超峰会川金会 是照着俄罗斯的计划的路线图在进行 说各自我脸上贴近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也好 朝鲜也好 韩国也好 都有自己的一些考量 采取哪些步骤 如果说跟一些国家的倡导 有一些什么巧合 或者一些先后的顺序 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不是说因为北京说了什么 他们就照着北京的去做 事实上这次美超峰会也好 川金会也好 越到后面的发展越证明 都是尽量排除中共的影响 尽量排除北京的角色 所以地点也不在北京 而在新加坡 那么这个时间也就是 韩朝之间 朝美之间上定好的 只是后来的这个 习近平跟金正恩的 这些三次会见 这三次互动都是 听到了由韩朝峰会 首脑峰会 由美超首脑峰会之后 所采取的一些 抢人动作而已 所以这个制造这些舆论 那么那个舆论制造之后 说习近平是最大赢家 这个舆论制造之后呢 人们就发现 这个文章根本就是 中共在背后制造的 因为那个文章的出处 是中美所谓中美战略研究所 是中共在美国搞的一个 所谓的智库 伪智库 假智库 他这个文章的背后呢 不巧呢 泄露了 英文后面 说本门有什么中美 什么这个 中美什么战略研究所 资助或者说是赞助 这一类的意思 结果这个说法呢 就这个说法就把这个 泄露了一个秘密 就是泄露这个秘密 就是这篇文章 所以川金会的最大赢家 是习近平 美超峰会的赢家 是中国 把这个 这个秘密就泄露了 所以这个泄露 这个英文的报道 那就被定义为 就是一个御用的 遭这个渗透的 遭北京支配的 写的这种文章 所以可以看出啊 后来在 其他中文世界后 制造的这种舆论 什么习近平是最大赢家 北京是最大赢家 就从这篇文章出来的 碰巧被揭穿了 没有揭穿了还很多 所以中国的网民 早就说了 中共反正准备的那些 就是中国获成 最大赢家的那些词 环球时报的标题 网民都给他准备了一系列 一谈到这个美中贸易战 一谈到美中贸易战 这环球时报就是 原来那些格式啊 这个贸易战开打 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回到谈判桌 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履行入室承诺 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随便 这个习近平 中共干什么 都是最大赢家 这个现在在在这个美国 这些有一些报刊上 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些话题 我就说像纽约时报啊 有些报纸上 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些说法 就像这个川经会这些说法 你这个也可以造句 如果川经会即将举行 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川经会中途取消 曾经这个美国总统 宣布有一次取消 那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说是川普意气用事 后来美超峰会恢复 又说中国是最大赢家 总之北京是最大赢家 当然在中国国内也有个造句 我前段时间说过 还有个造句就是关于改革 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 五六年所执行的都是一个倒退 既没有 中国既没有选举 还现在连任棋制都取消了 领导人任棋制 把改革开放 中共改革开放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政治成果 废除领导人终身制 实现实施领导人 任棋制 这么一个成果都废除了 但是却什么都说改革 这个中国的国内媒体上 中共的党媒上也 以这一系列的造句都准备好了 比如说 修宪废除任棋制 中国发出改革信号 或者说 党领导一切 加强党的领导 北京发出改革信号 或者说 在上市公司中建立党支部 习近平发出改革信号 所有这些都是反改革 但是却以改革之名 加以改革之名 混淆视听 对本来一个正面的词 改革进行污名化 进行颠覆 颠倒 完全的污名化 以至于今天在中共那边 所谈的改革 已经不是1978年 或者上个世纪 80年代所呈现的那种改革 那个时候的一个改革 是正面的 是解放思想 实践是胡耀邦主持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或者赵紫阳所主持的 党期分开 党政分开 这都是改革 经济改革或者政治改革 或者还提出的是 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说法 当时都是正面的 但今天的这个习近平 王沪宁等人 尤其这个王沪宁 炮制了大量的这些语言 反改革 但是却假改革之名 什么都是改革 哪怕是歹人都是改革 也是要在这个 动不动取定律师的执照 也是一种改革 要加强互联网的控制 也是改革信号 在所有的这些 不管是在上市公司 在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都要设立 党支部 党总支党委 也是所谓改革 反改革为改革 所以这个王沪宁 是玩弄这个文字的 可以说是 也是某种 要打引号的天才吧 说中共里面 要帮他描述为什么呢 说是这个 意识形态的化妆师 或者是 中共政治术语的这个化妆师 说他很会用政治术语 来玩弄这个语言技巧 就好像他为了这个 扑灭中国人民的民主化 民主热情 他以前刨这个一个很巧妙的语言 说如何把中国人 从民主的诱惑中解脱出来 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他不会说如何把中国人民 从这个几千年专制的泥潭中解脱出来 或者从新专制的诱惑中解脱出来 他说是从民主的诱惑中解脱出来 把民主描写成一种诱惑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 人民当家做主 人民来决定国家事务 居然说成是一种诱惑 说这种语言包装 这次还有一个消息透露出来 金正恩第三次访问中国 又传出一个消息 不仅中国和朝鲜各报道各的 在报道上各说各话 这个中国报道成 好像是习近平给金正恩不停地上课 提出这个三个这个三个那个 一些要点 口气都是习近平讲什么 习近平讲什么 给人的感觉就是金正恩听着 结果朝鲜那边的报道呢 都是金正恩如何的这个 去指导邻国 金正恩说了什么说了什么 给人的感觉习近平讲的很少 都是金正恩在阐述 朝鲜的政策 平壤的政策 所以把这个中共啊 中国习近平放在一个吃药的 被支配的地位上 就双方各自各自描述 这反映了共产党政权的 这种宣传机构的荒谬 但是同时也反映了 这两者互相利用 各有各的目标 金正恩的目标就是去北京 就是经济勒索 取消制裁 换取这个北京的大量的经济进贡 而这个北京的这个目的 习近平的目的就做给川普看 我可以打这个朝鲜牌 我可以支配金正恩 我可以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捣乱 如果这个中美贸易 这个朝鲜有利于美国 而不利于中共的方向走的话 他就会捣乱 所以这个做出一些声势 但是习近平做这件事的同时 却是让中国这个大量的钱财流失 流失到金正恩的口袋里 让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源源不断地送到北朝鲜 所以要面子 但是却没有理智 用花钱来买一个面子 花钱来买一个假象 好像这个习近平在支持 支配金正恩 北京在支配平壤 那么这个说到这个事情 这个实际上媒体又透露出一个消息 每一次金正恩到中国去访问 都是王沪宁去接火车或者接飞机 走的时候也是王沪宁去接或者送 而这一回更离谱了 说王沪宁是全程陪同金正恩 中国的辩论报道有点遮掩 还没有说这个事情 但是根据各种媒体 国内外的媒体 特别是国外的媒体报道出来 是王沪宁全程陪同金正恩 习近平是时不时来会见一下 或者晚宴什么的 欢迎您是 但是王沪宁成了主角 全程陪同 这个一个号称家族尾巴揍人的人 一个主管党务的人 居然成了外交上的一个 好像长袖善武的这么一个政客 这就说明这个跟朝鲜之间的这些互动 都是王沪宁在主导 本来说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主管外交 但王岐山却没有这么露面 露面就是短暂的在跟朝鲜的问题上 然后这个主要就是王沪宁在起作用 所以我就说仍然是希望体制 但是已经不是那个希望 头五年是习近平王岐山体制 现在的第二个五年开始是 习近平王沪宁体制 说王沪宁取代了王岐山 关于王岐山还有一个不巧的消息 原先有人问他说 他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俄罗斯 怎么解读 我当时就解读说 那他是没有国家可去 所以去俄罗斯 那最近又有传出风声说 中美贸易这个摊牌到最后关头 说王岐山可能访美 但是事实上王岐山也受到阻止 美国并不邀请他 你想访美美国不邀请就很尴尬 因为你是国家副主席 那么人家说要谈判的话对等 那是不是要美国副总统来谈这个事 但是美国副总统并不管这个外贸 所以美国并不按照中共的安排来决定 所以美国这边是商务部长 财政部长 白宫经济顾问 或者是贸易代表 这一类的角色出面谈判 那中共那边就被迫 安排一些副总理像刘鹤这样的人 主管经济的来谈判 使王岐山排不上用场 不邀请排不上用场 尽管国内媒体要吵 吵半天 不邀请你来不了 所以这个王岐山这个所谓谈判数也无重发挥 再加上了这个最近中共的外交 也就是中美外交和中朝外交 所以中美外交王岐山排不上用场 而中朝外交被王沪宁所垄断 而王沪宁之所以垄断中朝外交 显然有意识形态的考量 有共产党这种考量 但是具有讽刺意的是 这个王沪宁口口声声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 但是朝鲜很多年前就不提马克思主义了 不提马列主义了 他们很多年就修改党章 修改宪法 把这个金家 金日成 金正日到金正恩的 他们自己的主体思想 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 取而代之 没有 很少提到外国人的名字 几乎不再提 他们对朝鲜人的感觉就是 金家从金日成开始就自己独立了一套 他们那个党就叫劳动党 不叫共产党 尽管劳动党就是共产党 那他不叫共产党 尽管他们那一套一党专政 最早也是从所谓马克思列宁 从俄罗斯这么来的 苏联来的 从中国来的 延安什么的 但是他们偏偏要宣传他们自己的 所谓主体思想 所以王沪宁很尴尬的就是 一天都晚揣着马列主义这个法宝 跟朝鲜来谈不上 他这个谈的意思形成什么 就是一党专政 就是去焦虑一党专政的经验 怎么说谎 怎么这个伪善 怎么样制造这个宣传 怎么样搞宣传部 怎么样当戈贝尔 就是跟朝鲜交流这个 交流两党 所以中朝之间的关系 成了非 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是党与党的关系 是中共 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甚至成了领导人的关系 比如习近平金正恩 最后实质上是成了王沪宁 跟金正恩这个关系 所以王沪宁的全程陪同 发出一个信息 就是王沪宁才是中朝关系 背后的主导者或者主使者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对王岐山构成了排斥 而对习近平又构成了架空 说在思想意识形态上 习近平也就不过是 王岐山的傀儡而已 所以我以前说过 根据中共党内斗争的法则 迟早会爆发权力斗争 旧的权力斗争结束 新的权力斗争会开始 新的权力斗争迟早会在 二王之间爆发 王岐山和王沪宁 头五年王岐山能支配习近平 现在不行了 是王沪宁支配习近平 在二王之间就会爆发权力斗争 这个权力斗争 但我不是说百分之百 是极可能 应该说极可能爆发权力斗争 而这种权力斗争爆发之后 有极可能会发生思想斗争 甚至于路线斗争 王沪宁现在是他最得意的时候 非常得意的时候 主导了中朝关系 而背后还主导了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的思想 也就是江泽民思想也好 胡锦涛思想也好 习近平思想都是王沪宁思想 所以王沪宁非常得意 在全国大力地推广习近平思想 实际上他脸上就写着一句话 习近平思想就是王沪宁思想 所以当他在这些党监会上到处说 习近平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他想告诉大家 声色举利的或者夹着尾巴的 阴阳怪气的告诉大家 一句话 一句潜台词 王沪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思想就是王沪宁思想 或者当代马克思主义就是王沪宁 当代的马克思就是王沪宁 当代马克思主义就是王沪宁思想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 就出于一人 这几十年都如此 从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到习近平时代 都出于一人 出于这么一个酸秀才 上海来的酸秀才 王沪宁 这不要说是中国的不幸 应该说也是中共的不幸 中共就因此 受制于一人 而果足不前 甚至倒退 今天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